郭文貴審議員 各位 我們的主觀動心大家好 不知道有這幾句嗎 我們現在要做主觀對不對 要觀人、觀書、觀文嘛 人有好觀嗎 所以我們有需要上這個課 我們第一項 我們如果沒有做人,那麼有辦法觀人 我因為我也沒有做人 所以我們要共同來學習 大家現在認真聽的就是我來介紹 婦女會,什麼給做婦女?聯合總會 我們全世界都有婦女會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主觀中間 以前我做過關去拿手 唱一下 喔有齁 任天我們都拜尉書 現在要不要做過 我們也是要了解 我們一個民政府裡面的架構 我們婦女會絕對 不是做民間團體 很多人五歲 初級班、高級班 我們最重要 每一個人就是公務人員 所以婦女會呢 我們的工人與政策 我簡單介紹 以後我們就是依照 這樣的政策去推動 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來介紹的 就是說 我們婦女 如果要說婦女 大家都說 你的名字叫熱者 那是這樣 我們就說 把這三尊 大媽、二媽請出來 就可以表現說 我們女孩子 也是很有力 大媽、二媽 這是我們 要學習的最上 也是我的偶像 第三尊 現在再一個夜輪出來 我們太多 我們就可以浪費我們的時間 所以說 我們的目標 是要遵循國際婦女 理事會 我們有一個婦女理事會 有聯合總會 以國際接軌加強 提升政治跟經濟交流 所以說 我們婦女會要做的工作 在高層次方面 就是要以哪一個國家 我們政治後面的經濟心理推動 我們輔助政府 來做好外交 第二個說 我們就是說 協助政府的政策 落實照顧百姓 為家庭社會 無福利 我們是把 我們的老百姓 政出 福利的 所以就是 照顧六百姓 那也是說的 就是說 做這個 是有公益的 我們不是幫人 求稅的 不是叫人支出的 我們是叫他 得到福利的一個支构 來就是爭取 性別平等 為婦女爭取應有的合理權益 我們福利應該合法的權益 婦女會在各種方面 我們所知道的 就是要一一來爭取 所以兩性平等方面 再來我們就是說 家庭暴力 如果是 有家庭暴力的 在社會局 做不夠的 婦女婦來做 協助政府保護 婦老老婦孺 老老婦孺 我們就是更亂丟的 更不能力的 不受到人照顧的 還是照顧不照顧的 由我們福利會來照顧 第五條 提升女性 素質及品德教育 我們現在就是說 怎樣啦 包括我在內 我感覺我們在日本 我在日本 來來去去去去 四十年 我們阿伯要做新民 對不對 我們要做這樣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素質 有人一定要提升 比人家更好 所以說早期 日本的女婦 旅行社 我們要住的女婦 都跟人不一樣 好價值 我們現在有多少提升 現在換這個 中國團的 人不隨便 要讓他住 所以說 我們還是要再插人一劍 我們古早人說 為什麼要提升 就是說 古人收 弦難屬女暢處境 父求必也萬加薪 所以說不但是女生提升 只有女生會提高而已 我們也會影響 我們家的男人 所以說 如果是女婦女婦 我們一起來提升 這個社會的世主 我們一定萬家都會贏 在教育上啟發 發揚我們母愛 還有女生的溫柔體貼的天性 所以說 摸一個 你搶人也好 搶女人也好 不要摸一個 都像好伯母 所以我們這次女婦 都會怕到對不對 對不對 男生們 要女婦很溫留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女婦 教得好 讓你們家的母 跟媳婦 大家都很乖 這樣好不好 好 所以我們一定 一定要從這邊來著手 一個女孩子 如果她本身 提高她的事實 修養 倫理道德 她的家庭一定很好 然後影響 滾八代 你的子孫 有沒有賢人 有 老人 沒有 你要相信嗎 相信 因為男人 就在外面賺錢 你身是我們人類的第一導師 尤其小孩子 尤其小孩子在三歲以前 個性就定型 我們女婦 如果不可以教我們的後胎 會敗壞子孫千年 這很重要 所以說 這 我們一定要加以加強教育 然後 妇女的職場保護 我們 腹路 現在 在職場上 就是說 工作場合上 有很多的不平等 那個我們要來爭取跟保護 這樣我們女生有發育嗎 有 有 包括後來我們吃頭路 如果是沒有公平 我們也要爭取 有婦女會 大家都會很好 男生也會好 女生也有利益 所以不是說你會 女師會是頂帝的 不是說生一個大肢的燒賣 所以 還沒得到這個幫助 這個 這個黏頭 就隨便說 這生這個女婦也要來分財 不要有那種的想法 我們婦女會 比做家庭的姑婆跟阿姑 也是一家庭的一個分子 也是一個同僚 所以說 婦女會是非常重要 我們秘書長要陳列是鼓勵我說 女人半邊天啊 我們一定要進步 一定要來爭取女權 來平等這個社會才會祥和 所以說 我們要認真 而且再來參與 或者最少要認識 不要亂想說 像現在的 中華民國的 利利落落的 都是民間團體的 輔助 那是不可以跟我們比的 我們就經過 我們初級班高級班 同樣是公務人員 來 第七點 我們就是說 現在我們對健康的 威嚇的觀念很壞 什麼和這個 健康威嚇 什麼和這個疾病醫學 通通搞不清楚 沒有一個醫師會告訴你 因為醫師所謂的醫師 他現在受到我們健保的保護 他只說疾病醫學 他們他也是疾病醫學 所以我們每一個家庭 一定要懂得 什麼叫這疾病醫學 什麼叫這健康醫學 這很重要 不要動不動 每個人到醫院 說我生命交給醫生得 請問大家 醫生很多班 他自己可以醫嗎 那就是搞錯了 大家都要拿醫學 回去吃 明明古早的中醫就說 真有醫家的病 真病沒有醫 有聽過嗎 為什麼健康醫學還要吃病 吃藥 拜祕書長說吃藥 藥會很貴喔 都吃這個 幾千塊一項白 吃到第三項白 浪費我們的資源 然後 托寡我們的 人民的健康 所以說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在我們婦女會 以後要 就是認真加強去推廣 然後 會推展文化 語言 意識 培訓 來培訓 當 所有的教育機構以外 我們可以來推展文化 我們台灣的文化 是不是都要給我們 不料料了 包括 如果有什麼紀念 比如說大英文 還有大英文 那就是摧殘我們的文化 所以說 在我們的文化被摧殘 語言被換過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你是誰 這很重要 語言 我們要盡量 盡量說台語 因為我怕有一些 我們高砂族聽不懂 台語 所以我都拼一拼 說這樣聽一點 在意識方面 我們也是要培養 像現在 台灣可以比喻著 文化沙漠 學音和藝術的都沒有飯 好吃 那是很可惜 因為我們沒有提升 我們每一個人 賺吃飯就不夠了 沒時間去唱什麼 什麼音樂 什麼藝術 這是政府政策的不對 所以給八世無法度 有心情去過精神生活 這是非常困惡的事情 包括說 我們現在邊人說 現在那個黃色小鴨 有去看的人 鴨一下手 對啊 有什麼好看 那個有什麼藝術可言 直接這樣 汽車館 館到要放棄 幾百個去參加 這很可笑 所以我們一定 要 自己提升自己 什麼叫做藝術 我們要怎麼樣去欣賞 把我們的精神生活 提高 每一個人才會快樂 你如果是沒有說 賺吃飯都不夠 那時間這樣 過那不是人過的藝術 我們台灣人 我們今天 台灣民政府 要來接掙錢 我們絕對不會讓 所有的人民百姓過這樣的日子 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有決心 所以說 來 就是說 脫鴨手 還有單親 還有外輔導 我們現在幼稚園 是不是比台下比較貴 莫名其妙 我們最近不知道等下去 大家都在吃香好辣 還是怕去水塑 這樣而已 所以說 我們這個小孩沒人過 老人沒人過 氣到病院 抗父一天要請兩千月 那如果是 我們的老婆老母去拖三個月 乘在那裡拖死了 這是什麼制度 所以說 這個很不合理 所以說 後來我們 小孩也要有人過 老人也有人過 我們少年來打拼來發肥 這樣好不好 有 不知有了 我們老人已經八百塊 不用煩惱說 我的薪水又分一半 六八老母子 春那時候要娶孩子 有個幼稚園那裡 拚到要死 又減傷補爪 都用不夠 這樣年輕人 現在年輕人有夠可憐嗎 尤其女人 我覺得女人現在 台灣的女人很可憐 所以為什麼 女婦賺錢說我比較重要 沒有人要嫁公子 這就是淨口新娘 淨口新娘 女兒都在做工作 那麼孩子誰要照顧 我們婦女會來照顧 那麼單親的 現在三對兩對離婚的 對不對 很可憐 這後來要怎麼辦 什麼 男人說老婆兼老母 老母兼老婆 要怎麼教會好 所以我們 一定要依照日本 下一條就是 我們的婚姻的建構 輔導 我那天 九一班說 老母子來我家定期 老母子來我家定期 我都把這個醋一醋 每一個家庭的男人 這樣說好嗎 你們說好嗎 好嗎 老母家庭很可憐 是不是 那人要這樣 就是生活困難 兩個人要完結 每一個人收益 好 孩子有人過 老人有人過 那就要完結 要完結 就來讓我們婦女會 溝通溝通 那就是自己的問題 我們的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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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偏差 你一天到晚 我們老師說的 你就沒有發覺 一天到晚都不會在收益 不然 不然怎麼收益 那台灣人 現在重來重去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這裡是經濟 是最優秀的 對不對 對 自己破壞一下 我們絕對 不要有那種的實性 我們不是一般人 我們 加大聲講 高人一等 因為你們的地位 和福報不一樣 可以來這邊當官 不是大小孩都會有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現在 依照 這個法律和道德規範 日本人就是婦很清楚 你離開變婚 還去交幾個男朋友 交女朋友 交幾個 照相 小孩 一定 男子外 女子內 女子內 沒有錢 賺到有錢 要讓女子和小孩吃飯 薪水 你離婚後還要扣一半 扣到女人 如果有去辦結婚 你就不用了 如果她一輩子 只有要跟人家 交朋友而已 你就要付她一輩子 所以現在 女錢自上 男子 現在男子 很怕離婚 離婚一般都變成人家 這個老二 還有小三 贏了一半而已 就要看你有那個本領 沒有人 沒有人要介意 所以 這樣 那麼 但是她後來 過得很好 女子 付這個賺錢 你沒有人有離婚 沒有離婚 就是要付這個賺錢 家計 一定要男生負責 女生 負責 教育 生活 奇蹟 一定要打理 你去教育 也是孩子 回到的時間 要教孩子 要煮飯給孩子吃 要把他關好 好 這樣老爸在這裡不賺 因為 他是未來的主人翁 不是你們愛不愛的關係 人就是要為這個社會政府來負責 為愛來負責 這樣對不對 對 所以說 我們婦女會 只有這事情就很大條 對不對 這樣就有夠看 如果做到這樣 我們社會籍以外 還可以做大多些 說不定 我們如果經費有 可以做更多 所以我認為說 我們要去廟室 來教堂做公庭 都是付出 我們來這裡還有薪水而已 這樣是不是一減二股夢 對啦 所以做得到公庭 又減 還可以來這裡 做官僚薪水 還不用退休 對不對 四千人還不用退休 所以婦女會的 他的這個 架構政策 我介紹到這邊 那麼下來 下一個題目 領導者的注意事項 我們現在 剛才說的 我們大家都要做主管 對不對 所以我們 我從高級班開始 起初 我們所教的 確定是說 我們遺傳學 從我們 小時候 從懷孕的時候 我們遺傳學 開始說 我們要怎麼樣來做人 我們不做人 就沒辦法做官 我們 當官是不是人都說父母官 對不對 父母官 做兩個父母 你就要有父母的心想 要有父母的慈愛 跟寬容 所以 我們做官 不是來表白而已 我們就是一定 一定要來 把我們的百姓 人民 當著我們的子女 大家做得到嗎 會 但 從現在開始 就是要下定決心 我們要怎麼做一個主管 要怎麼來領導別人 所以 這很重要的工作 我們來 我們是說一般 要批評 要注意到哪一點 我們要力求精準 我們機會批評不準 準確 事實不符 引起反感感痕症 這很重要 做一個官 都黏冬黏塞 對不對 一般都是這樣 對不對 一天 官冬 官塞 黏冬黏塞 這樣說 給做主管 這就不對 都不對 所以要更加固憲 我們如果要批評 要有根治 不可以 黏黏 不對 這樣 後來人 不遵重 你說這個主管 差不多這樣 而已 格級不大 心胸狹窄 挑東挑西 批評當批評 也沒有辦法 給人家什麼方法 也沒有辦法 沒有什麼建設性 就好像批評而已 這種長官 遲早會犯掉 這很注意 來個如 講話 要點到為主 暗示 要具有含蓄間接的特點 要懂得以為 不能說穿破 才能免於傷害下屬的自尊心 談話 要有技巧 硬感 就是不行 你可以 你要做事 一定 你可以說 我現在這樣 寫你一定 要馬上到達 你說話 也是要懂得 要婉轉 比較婉轉 要去試試看 要試試看 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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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今天 不簡單 有福氣 來做到這回 我們要 領越長 擠越長 領越長 領越多 所以 一定要注意這些事項 來 就是說 說說話 縮死 沒有退路 對下屬採取 要彈性政策 掌握 儲存 講究 分寸 做到 化言 要準確 態度 要誠懇 對不對 我們說話 不可以說事 說事說 夠這樣而已 你絕對 再過我不相信 你外面 你就是照我這樣說 這樣做就對了 人家如果有存久 還是有更好感 不行 所以說 話不能說到死 說死去你就不退路了 可以說 你從這樣看看 如果不行 我們這裡再研究 別說絕對的話 別說絕對的話 就是公死去 所以說 對 我們的下屬 就像我們親兄弟子妹 是我們的腳手 我們的部屬 就是我們的腳手 所以 我們要 commentaires 抓腳,可是腳手 阿牙高高人 對不對 所以說 他 雖然他的階級 比你少 什麼他就是 罷射而已 他不是比你 罷 preview 一人都有一部處 所以 一定要誠懇 一定要 訟 不可以說這樣 我們做比較大的 講話就贏不贏 大 我都說大到不會穿蟑螂 絕對不可以這樣 所以說一個領導的話 是一種操練舌頭的靈佛戰術 講話就是一種技巧 跟領導的風範 所以說誰類選原法 但能維持團隊的利益 可以說是一種常用的外交語言 所以我們的外交語言 也就是人際關係 那麼人際關係就是人倫 人倫就是我們的道德 我們的倫理道德叫做倫理 道德叫人倫 然後叫做人際關係 所以說所有的對立都是在不平等 或者這是你講話不小心 所以我都說 我們的處理是我們家的門要關好 不要常常隨便把我們的大門打開 來 我們現在一定就是要認真把我們的口守好 我們如果說說話要讓人不聽 讓人聽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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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奉勸各位 我們不如不要說這樣好了 因為說下去事情就大條了 所有的紛爭都是在一個嘴巴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口完好 所以說話夾子不能亂放 有時要打開 有時要關閉 所以一種是顛覆不破的道理 就是說改點點要點點 改說話就要說話對不對 你若是說不改說話 哭哭說 正經叫你說話你不認真 人家在說什麼話 你說這我也沒什麼知 你要怎麼做主管 改開口就要開口 不可以不認真 改不必要說話就不能多講 所以說要做一個有尊嚴 有這個中官要受人欽賠 就是一定不可以亂說話 亂說話不可以 來我們做領導者說話的場合 有很多 所以從現在去我們不是普通人 尤其電招我們把名單寄到美國 我們確確實實就是一個主管 我們就是台灣民政府第一批的官員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注意 自己的場合 以外人的場合 要分清楚 古早人說房間的話不要拿去 去客聽說 客聽的話不要拿來房間說 要分清楚 要知道來我 所以要真正注意 如果不知道不清楚 我們點點人 不會說我們會夠 對不對 所以要注意 我們有正式 與非正式場合 也是說有 我們一般的機會 那就是親菜的場合 有正式的場合 像現在是正式的場合 那不可以亂說 對啊 所以說一定要尊贊 所以說來 有莊重場合 與隨便的場合 這與此類推 有喜慶的場合 也有悲傷的場合 你不要說人 在伴奏少數的時 你剛才開玩笑 這樣有當中人也沒力 這樣悲哨的時候 在那哭哭啼啼 這樣感到 你要靠就去伴奏 沒有人在回家 以前在說故事 說八十七 有嗎 說你去問黑白說 現在小孩看一看 什麼都不說 待會兒買回來 交代一句 你交代我講的 我現在都不說 我照你的小孩死 都跟我不在台 說每個人都不說 後面那句說 都不說了 所以說說說話要注意 我們的民主性非常奇怪 我以前在台北開企業 都做日本人的團體 那麼日本人的一個團體來 在台北開企業 他們的家庭有 我先想要人去妊娠什麼事情 整軍說好了 要出來喝酒 都從來沒有出來 我們台灣人 我沒看到說 去穿白袍做警察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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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不是非常不妥當 尤其我們的肝臓 也不是 所以 來 盡量發言 以嚴肅發言的場合 所以說 我們這個 盡量去講 和嚴肅發言的 中所 這也是不一樣的地方 盡量 人要給你說 你 要盡量去發揮 去說 好 像現在 要叫我去這裡說 我就盡量說 所以說 要嚴肅發言 會中所 現在這邊 不是在開玩笑 亂說說說的 我們現在說的 都是 很正經的事情 還有 擬聲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說 要看場合 第六位 就是說 我們 雷也不能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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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 身為上司 必須人家 以下屬之上 在個人修養 上要 下功夫 要選得 高人一等 所以說 做越高 頭要越軟 對吧 所以說 那地方 如果說 有錢 八錢 都淡淡 不然現在心裡都抓抓 在社會上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 他好像 麥美 薄的 都這樣 講到嘴角都破 對不對 那很厲害 撲一撲的 那位都 點點 很厲害 都點點 所以你 懂越多 越前世 你會 節奪 越不足 你若是 抹一師 他感覺 前天下 我都比人更厲害 這樣 所以說 這是一個比喻 所以說 做越高 的 中間 的收容 要高人一等 我們的利貌 不能分散下 我們前途要對我們的部署 對我們的人民 我們還會更有利貌 這樣才會 特地人來 尊重 所以以前 大家如果說 那個腰 都 矯矯矯的 那種 我們現在 會放更軟的 這樣好嗎 所以說 因為我們 要做很大 做很大 就一定腰要更軟 才做得久 來 第七條 我們 左右為難 喪失前衛 舉起不定 失去信心 做不出正確 及時的指導能力 就是說 如果 你 做事 憂鬱不解 這樣好 要這樣不好 沒有辦法 及時 去判斷 而且來指導別人 就說舉起不定 一個旗拿起來不知道要放在哪裡 那旗 保證都輸了 所以說 絕對 你要拿起來的東西 你要有速度 想說 我拿起來 我這旗議 是要放在哪裡 所以說 說到旗議 我們所有的組織就像一盤棋 我們如果說 要 適才適用 例如說 軍狗來做兵 兵狗來做軍 要保釋 整盤都下去了 時間到了 還有很多人還沒說 有人想要聽嗎 有 但是我們這個時間很長 我在高級班的時候會繼續講 我們現在因為時間到了 以上就是不可以犯 我們現在以下是要徹底改進的 從面目前局 我們目無前局 你沒看到整體團體的需要 以個人著想 忽略一盤棋 就是整體就是會 一個棋就是輸掉一切 所以說 我們一定要用人材 不可以自私自利 用路材 所以說 主觀武斷 聽不進去 不同的意見 我們做一個中官 一定要聽人的意見 不可以說 我說這樣 我講就算 沒有退路的東西 也許你自己想的不一定那麼完美 盲目決定也不行 來武斷定案也不行 你鄉鄉說 這樣就好了 這樣下去就撞掉了 所以說 一定要著想 取錢的想法 不可以先入為主 公司兼顧 猶豫不決 不當 不當機立斷 所以 如果 換了這個 一定要 徹底來改進 所以 我是相信 我是提醒大家而已 我相信 我們這裡每一個都很優秀 都會 做到 比我講得還好 對不對 自己拍一個手 感謝大家 謝謝 各位同心 我們下課休息 2點5分的時候 上課 2點5分 2點5分的時候 上課